好 大家好 这几个来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网站平台 那这个网站平台也是比较靠谱 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任务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在讲这个网站平台之前 我把昨天讲的那个马来西亚的最文网站平台啊 这个平台昨天就有人注册了 然后注册了 然后当天马上就问我怎么没有查字任务发个来 对吧 是这样子的 你的注册信息就是说你的学历啊 你的收益啊 还有一些年龄信息符合他的任务要求 他会发查字给你 发任务给你 然后的话审核的话一般是最快24小时 也就是说他符合你这个人是是他们的调查对象 他会24个小时 最快24小时 最迟的话五个工作日会把任务发到你的邮箱 的形式发开 你点开你的邮箱链接 然后就可以做查子做任务啊 你想一下你 速度速度之间的上下游企业他这个他肯定不喜欢你来做这个任务了 老包当行业那就是速度相关的包当行业在第一期供应课程里面讲的很清楚很清楚啊 不在这里再重复啊 不耽误拿这些时间 好了我们开始进入本节课视频的正题 那今天这个网站呃就是这个我已经打开了啊 嗯 这个这个网站我已经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啊 这个网站的啊 配门主我点开了也就是付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强细信息 就是说你做一个任务 可能就是说一单的话 零点五到四点五美金啊 这样一个茶子的话 但是来说平均的话也就是如果按平均的上平均的话做一个茶子也就是三美金左右吧 三美金左右 大家记住哈 这个任务如果是平均的上的话做一单的话三美金三美金大概花掉你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他都是付款是累积付款 也就是说你的金额达到6.25美金以上或者是6.25美金就可以 可以在后台提申请支付 申请支付啊 比如说你达到6.25了 你可以马上提交申请 我要要求他付款 然后付款的到账的工作 付款是配备啊 他另外还有一种收款方式 那不是主要的 然后再一到四个工资 然后到你的被保账户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支持两种付款方式 大家看看 看见没有一个是被保6.25美金啊 上限12.38美金啊 这个是还有一个GC啊 这是十美金 然后是没你这个支付用的人会比较少 建议大家用被保绑定被保就可以了 这个是支付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简介哈 Trival是挪威的一家公司主要是集中在调查啊 他是Cellate AB啊 就是说可这个这个是大公司啊 就是说是他的活动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说这段英文的话不是每个人看得懂的话 我们翻译一下 就是说用google翻译一下 大家看一下 他是和合作的调查是这个什么什么美国的成员协会成员哈 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交易所啊 这是一个大的公司 然后他下面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答案啊 就是说做问占调查的这个公司就是说比较大 也就是说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平台是这个公司的是这个Cellate这个公司的子公司 那么那么他的付款肯定是由总公司来支付的 由Cellate来支付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分就是说 呃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from more information visit啊 就是说你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请查看总公司的网站啊 就是Cellate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平台机制就是这个哈 Trival Trival 支付公主配配啊 然后起付标准6.25美金几以上支付时间一到四个公司 然后下面截图就是说毛粉丝毛学员的哈 他做的就是2018年7月3号做的收的第一笔账啊 他做的第一单的嗯 第一次申请任务是6.62美金啊 看到没有付款是来自Cellate啊 就是来自这个总公司的啊 这个子宫这个是他总公司的一部分啊 然后付款这个是然后付款的话 然后就嗯 6.62美金就到账了啊 这个是真实可靠的 然后因为他的总公司背顶来说我比较大比较大 然后看的付款他说我比较丑比较不用不用丑 然后再大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总公司也有网站调查这个这里面的调查了速度难度或者是比较高一点 然后这个Travel这个公平台里面的潮子比较简单 就是说任务比较简单比较好做啊 当然嗯 大家可以说这总公司的平台也可以注册子公司的平台也可以注册这个都没有关系的哈 就是说你如果是说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注册可以注册这个平台这个是应该算挪威最大的网站平台吧 就是网做调查他他是挪威的一家公司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挪威的一家最大的网站调查平台看到没有 然后注册的话你也要要求你填写你的学历啊你收入啊年龄啊这些啊这些我就不在这里演示了 因为比比较耽误大家的时间 因为大家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 有这个多几分钟就可以多挣十美金啊或者说两美金三美金这样子的哈 那么好了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不懂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好这个今天分享的也是一个非常靠谱非常不错的一个网站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赚美金好 今天这个节课就讲到这里